李锦记的愿景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货单显示 当时李锦记产品已经出口到20多个国家 50多个城市 无论你深处墨西哥 荷兰 斐济 南非还是泰国都可以品尝到正宗中式酱料风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